大家好 我是Polly 鼠年快到了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我下年希望邊煮好食物 邊減我明白的身形 今天請了兩位專家 一位就是精神科醫生 陳醫生和摩法塔羅斯 Jan Jan Jan和大家說幾句 2019年相信大家香港人 是一個很難忘 也很難過的一年 我期望在新的一年 2020年 大家可以一齊開開心心 繁榮穩定 大家和平相處 這就是我對新年的願望 Thank you Jan Jan呢? 好 我祝大家新一年 開開心心和心想事成 靜靈靈滿滿 好 我們說完祝賀說話之後 不如馬上玩遊戲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女生來看我們塔羅牌的時候 都會問 Tina 想不想 減肥可不可以問的呢? 其實減肥是可以問的 我們今天就準備了塔羅牌 然後你就拿著 想著你的問題 然後誠心和想 想著分兩疊給我 便可以了 首先在這裡看了 為何你減不到肥呢? 第一我看到 其實你嘗試減過很多次 因為你會看到 在Dev這張牌 在過去 這張牌 都是重新塑造 或者重新改變 在你過去 其實你試過很多次 但你也看到 你失望過很多次 至於你外來的原因 我會看到你的環境 等等 不是很支持到你減肥 可能因為我煮東西吃 這個可能是其他原因 或者你身邊的朋友 聽到的時候 他們會說你有減肥 他可能會有說這些說話 或者你家人等等 譬如他經常都會和你一起煮飯 等等 你都要吃很多東西之外 他都是說 環境不太支持到你的減肥 其實這個是基於吸引力法則 原來當你身邊的人覺得 你減不到肥 是會直接影響到你減不到肥 所以你一定要跟身邊的朋友說 如果你真的想我瘦 麻煩你真的要覺得 我會瘦到你 鼓勵的重要 其實真的很重要 但是我在這裡看 你真的有行動力 是不足夠的 不要想著一個方法可以減肥 譬如 折承 你是不行的 或者只做運動不行的 因為他說 你需要找外面的幫助 還有需要有一些理性的建設 所以他說 你一定要有人幫你 你才可以真正正正下去 因為你不夠堅持 所以有一個人要不定獨促你 你才可以真正做到 健健養師是我的 應該要做的事情 另外就是 如何認識男朋友 如何建立別人的關係 這基本上是我們 塔羅牌界中的第一問題 如何認識到新男朋友 對嗎 好 我想問你 你和你媽媽關係是怎樣的 很好的 我想問 她會不會在你的人生中 給你很多影響 例如 我的意思是 你從小到大 都跟著她去長大 或者她的價值觀 或者很多事情 她都會成為了她的影子 其實會 會 因為我在這裡 看到你為什麼 拍不到拖 或者找不到原因 你是在走她的步伐 對 我想問她 你剛才說 例如她的關係 是怎樣的 即我和媽媽的關係 或者你媽媽和你爸爸的關係 他們都很親密的 但是他們很小 覺得結婚 簡單來說 如果是這樣 我套進來這裡 就是 你會很容易覺得 我找到那個人 一定要是我老公 如果不是我老公 我就不想要 不想認識 而且你會想找到一個 像你爸爸那樣的 一個人 一個這樣的人 因為我看到你走到她的影子 但其實我想說 這個不是說好月不好的事情 但確實實 是帶來是一個問題 對於你來說 你都會比較傳統一點的人 所以 我裡面看到 你比較缺安全感 對呀 所以其實你這個人 你自己很矛盾 你又覺得 我其實都想試 我都覺得很喜歡 但她好像不是很合適 然後你就會保護自己很擔心 但其實你心裡很矛盾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有媽媽的影子 但是你確實是自己 所以你會有兩個性格 在不斷矛盾人 如果你真的要拍拖 你必須要很搭出你的舒適圈 那就變了 你會覺得 我不夠愛 或者那種感覺 不是一個戀愛的感覺 或者另一個事情 就是你可能喜歡了一個人 但你覺得那個人不適合 你不敢去試 你很容易會走到這兩個位置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你問我給你的意見 我會跟你說 你要認真真去反射這個問題 去看看究竟 媽媽給你的關為 或者建議 或者她一直走下來的價值 如何影響到你 這個我們稱之為 原生家庭問題 原生家庭很多時候是說 爸爸媽媽帶來給你的影響 很多時候 那些影響的人 一定會覺得是不好 他們一定是要離婚 一定要打我 或者一定要不在家 其實不是 有時候他們過於美好 都會影響到你 如果你死都不肯去走 你只會停留在一個位置 所以我會建議你的 愛就愛到盡 對 我覺得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你剛剛說 就是媽媽的影子 很多時候 我們會處於一個盲點 我就覺得 我走這條路就對了 因為媽媽說 或者你看到她成功 對 而且我真的很傳統 女生是真的 好站在一邊 對 尤其是二十八、二十九 我們叫做死關 就是 不行了 我一定要關掉 不能關掉 或者找老公 變成那些男生 一見到你出來 哇 他二十八、二十九 就肯定去找老公 很多時候的男生朋友 都會這樣跟我說 對 其實你反而抱著一個 心態的對 就對 不對的做個朋友 你要放鬆出來 就不要一尾就出去找老公 好多謝Jan 不要客氣 我測來年的運程 多謝你 首先這個不是一個正統精神科的測驗 不過我對這件事挺有趣 挺好玩的 就是我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 五光十色 大家不要誤會了 為什麼有十色 蔡紅只有七色 紅、橙、黃、綠、青、藍、紫 但不要忘記還有黑、白、灰 顏色主要有分一些冷顏色和熱顏色 或者一些中性顏色 這個顏色代表人一些當時的時空的情緒 寫字是我們中國人很久以前 測字的 有寫字出來就可以測到很多東西 當然這個是不是有科學則 根據呢 這個還要慢慢去研究 還要累積多些經驗 不過這個挺好玩的 因為我和很多藝人 都臨尾都做了字 他們都覺得挺準的顏色 Polly今天問了兩件事 一是怎樣可以減肥 第二是怎樣可以增進人際關係 我們首先先看第一件事 不要混得太多 第一件事在減肥 首先請Polly選一種顏色筆 然後在白紙上 寫一個他現在心裡不想的字 讓我和他想一想 有什麼可以分析 寫一個字 任何一個字 任何一個字就可以了 好 那就好了 看看Polly 首先 Polly有黑色的筆 寫一個黑色的肥字 這個反映了第一 先講顏色 顏色用黑色其實有兩個寓意 黑色在中國人來說 講得不吉祥 或者不老禮的東西 反映什麼呢 就是Polly今天沒有什麼信心 沒有什麼信心去減肥 所以用黑色 黑色的一件事其實也很矛盾 黑色其實 肥的人 或者比較豐滿的人 是穿黑衣 黑色是一個躲避色 我們躲在黑暗 有時候 有時候Polly可能 抬條之策 我不管了 不要管 黑色 所以說 如果根據這支筆的色水 和Polly寫這個肥字 我覺得Polly還要努力 今年 減肥那裏要多些信心 自信心要強些 這樣才做得到 不過幸好看這個字 就是肥字 看到嗎 其實這個肥字 不是寫得很肥的 是嗎 反映其實Polly對自己身體的形象 的估計其實差了 可能是微半 不是很肥 但他應該覺得自己很肥 所以這個字其實不是很肥 所以我覺得Polly給自己多些信心 正面一點 就是不要這麼黑 應該可以 給點心機可以 好 第二個 Polly想說 人際關係 我們又要Polly 看看是不是又選了黑色 先放一些筆 選了色 就寫一個字 我寫了一個好字 這個 這次又不同 好像算命 這次跟剛才 完全是兩回事 第一 選擇的筆 是一個粉紅色 或者橙色 都相當之厭厲的顏色 證明Polly的心裏 有很開心的東西 寫了一個好字 好 就是 非常好 好字 中國字就是 子女 就是兩個人都有 什麼都有的 亦都代表 子女 都是一種關係 所以 我會覺得 Polly 如果選擇這筆 寫這個字 他今年的人際關係 應該可以進步很多 所以 你自己給點信心 你自己好像這筆 那麼開心 所謂身手不打笑面的人 你好像這麼好笑肉的人 都跟你朋友 所以 社交問題 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大家要記住 一件事 所有這些 預測性的東西 是一個 估計 中國人說 能知三日時 富貴幾千年 每個人都想預測 水晶球也預測 羅馬的人也預測 一樣也預測 但是問題 我想最重要就是 做好現在 我們可以把握的是現在 將來的我們不知道 過去了 所以要珍惜現在 展望將來 嗯 很可愛 那跟兩位專家 聊聊天 能得這麼開心 在這個場合 看到兩位專家 所以我想問一下 Dr.Chan 我剛剛說到 我想減肥 怎麼可以在精神健康上 知道我可以 怎樣 用最合適的方法 去減肥呢 我們一起聽 其實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那肥胖 就屬於一個 叫做 飲食失調的症狀 這二十幾三十年開始 發覺到有這個問題 大部分發生在女性身上 有三種情況出現 一的就是厭食症 不吃東西 怕自己肥 一路瘦瘦瘦瘦瘦 那通常這些病人 開始的時候 都好像你一樣 比較微叛 但問題是被人說了幾句 肥妹仔 肥姐姐 那身體很酸 很不開心 極力減肥 結果就過了界 減到自己都過了火位 就變成厭食症 是 那定義就是說 如果你的 平均體重是100磅 你跌了30% 即是70磅 流下 我們就定性了 漸食症 當然了 不要跌到70磅才會治療 80多磅才會治療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叫做暴食症 那些暴食症 很有趣 好像微半而已 不是很肥 為什麼呢 暴食完 會靠喉嚨 吐出來 甚至用一些射藥之類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暴食症 那第三個 第三種的飲食失調 就是肥胖 那些人真的肥得很厲害 甚至叫做癡肥 會帶來很多 身體上 精神上的問題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歸根究底 就說 為什麼會吃多東西 或者吃少東西呢 就是人的自信心不夠 對外表看得太大 啊 就是說 我外表不是很漂亮 別人會笑我 因為我肥一點 肥一磅 別人會說我 肥妹啦 或瘦一磅也不好 那其實對自己內在的自信心不夠 自我形象比較低落 那所以呢 就是 出頓百寶 除了說 吃少一點 或者吃多一點 保持身材之外呢 還有很多人會 醫學美容 整容 其實都是反映 自己對自己的內心 是不夠信心的 那所以呢 在這方面呢 在心理學方面 可以做多一點功夫 因為不是人都這麼漂亮 不是人都這麼十足 那麼健身的 但是如果這樣 每個人都去做這些 就變得每個人都病了 所以這件事很重要 那所以如果在這一方面 如果有驗食症那些 是吃藥衣 還是怎樣 看看情況去到哪個情況 如果驗食症 剛才說到 跌到七十磅以下 已經出現很多 生理上的危險 即是分分鐘死掉的 大家如果聽過 木匠樂隊 有一個成員 都是因為驗食症而死亡的 那現在總計來說 驗食症的死亡都去到5% 那所以呢 去到某個階段 太瘦吃不到東西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要入醫院 叫鹽水 葡萄糖水 甚至蛋白質那些東西 如果你說吃不吃藥 就要看當時病人的情緒 那大部分 如果去到要醫院 要去釣鹽水 要等的話 都相當之嚴重 可能有焦慮症 或者有抑鬱的情況 那可能大部分都要吃點藥 那不然暴食症呢 就可以用心理治療先 就是幫他看看情況在哪裏 如果他不是焦慮得很厲害 或者不是情緒得很厲害 都可以用心理治療先的 但是如果心理學家發覺 不是啊 跟他講了很多次 做了很多的 session 都不行啊 那可能就要找我們 開一些抗肇磁藥啊 或者是那些血清素啊 或者抗菸素給他用 原來減肥呢 都已經是 相關於很多不同的事情 包括精神科 另外 我想問一下 JanJan 我想問你減肥呢 你會不會自己打羅牌 玩一下 其實呢 我非常之同意 剛才 Dr. Chen 說過那些事情 就是說 一個人 你覺得自己肥本等等 都是你自己對於自己的形象低落 我是非常之同意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客人 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來 就是說 我怎樣可以漂亮一點啊 那時候可以認識到新朋友啊 或者是遇到一些不好的男人 又走不了的原因呢 全都是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也是非常之同意 其實只要你對自己有信心 其實這個吸引法則的念力 真的很大 不論任何事情 其實自信都很重要 我只兩位 給一個這麼好的意見 我要自信一點 多 Dr. Chen 根據女動專家 有一個醫生 你覺得呢 你會不會相信這些 或者你會不會去玩呢 其實呢 這個跟醫學 也不是太大的關係 是一個人的信念問題 就是你 要信教一樣 你醫生可以信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都可以的 嚴格來說 精神科醫學 現在越來越講求一個 叫做科學的證據 就是 很多現在圓學 或者塔華牌 或者其他的 我們叫做 分支的一些 就是預測的學問 都是暫時來說 他們都可以說 是沒有一個科學證據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呢 世界無奇不有 天大地大 我不敢說 這些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我會比較信 一個科學有根據的東西 好 在這裏祝大家鼠臉 生活愉快 拜拜 在這裏祝大家 感谢观看